让我们掌声有请 力文弘定 龙武有力 龙金独马 霸气外露的 甜甜兄弟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这期的特步 天天向上 欢迎大家 首先要告诉大家 报告一个喜讯 就是我们节目 从这一期开始 没错 正式回到了八点档 辛苦各位 三个月的时间 守在十点看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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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主题 非常的霸气 是 叫做王者归来 请到的明星 也绝对是行业的 精英 乔甫 我们借着别人的名气 来宣传自己的归来 对 我们今天请到的第一位 非常了不起 他刚刚在柏林电影节上 情雄成功 他的年纪比我大 不到两个月 拿到影帝的那一刻 就对经纪人说 有宣传邀约的话 家乡的电视台优先 够意思 多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 热烈的掌声 我们今天有请 新进的柏林影帝 廖凡 有请 这一会原来现场的人 是马匪 就想给你发点钱 hopping 你 爱都不怕 还会怕死吗 你人整容了 你整得跟廖凡似的 把他站起来 萝ower 你怎么制作 怒ल 想向他的事 aci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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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国 王真 2014年 也就是今年 获得第64届柏林电影节的 最佳男演员 英雄奖 这个是目前为止 唯一获得此殊荣的 华语男演员 而且是我们湖南人 骄傲 天天上当的观众朋友们 上当 这个名字还算不错了 赵本山老师说我们节目叫 天天上抗的 大家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是因为可以欢笑 现实生活哪有那么多欢笑的 他必须得上当 所以要天天上当 这有点我是歌手主持人的范儿了 我们一起看一看拿奖的那一刻 谢谢主席和各位评审的康刊 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谢谢 最后 我想特别感谢贵伦美小姐 是你点亮了那一团焰火 然后温暖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你就是这个人 谢谢 这个冬天的温暖 谢谢柏黎 谢谢你非常非常非常 好感动啊 相当好 相当好 管哥你拿了一个小纸条 请问那个是 那是导演给我的一个 他要感谢的人的名单 因为我在他之前上去的 他怕他没有这个机会 去表达他的这个感谢 但是我就在最后的一刻 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能上来亲自 把这个名单上的人都念出来 凡德是出生在戏剧世家 凡德的父亲 是我们特别敬重了湖南的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廖炳先生 曾经担任湖南省话剧团的团长 小时候是不是受到过他的影响 五天基本上都跟着他们去演出 都挺纳闷的说他们演得 会怎么样的 真的假的 瞎吹的 瞎吹 父亲看过您演戏吗 应该看过吧 他会不会跟你说 打电话说 在哪儿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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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都以赞美为主 凡德给我们的感觉 一直就是硬汉的那种感觉 导演在选这些角色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 根据您的第一个角色 或者第二个角色 他们印象最深的 就既定为廖凡 就是一个硬汉的形象 当你某一些方面 做得比较突出以后 他就老让你演重复的这种 但是我还是尽量地 避免演重复的 不太愿意被定型 可能还有别的方面 没有让更多的观众朋友 去接受 我们来看一看硬汉的成长史 这是什么时候 初一什么时候 他初一时候的表情 内心的潜台词 就是一句长沙话 嗯 我该咯 左边那个潜台词是什么呢 你要我该咯 您的中学是在 初中是在哪儿读的 初中 今天有常识六中的校友吗 气势啊 来 对嘛 你又上当了 很少欢呼 你又上当了 对 一点都没有 六中同学的气质 叫你们欢呼就别欢呼再 你那时候也是穿这样的校服吗 那时候没有校服好像 都挺朴素的 意思就是你们现在一点都不朴素 高中呢 十二中 离开学校多少年了 二十一年 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回到过学校了 路过 经过过 你还记得那些老师的名字吗 比如说语文老师 高中 忘了 班主任 是一个漂亮的年轻老师 女老师 教什么的 教历史 姓什么 姓什么就有点费劲了 提个醒吧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人间有真情 你往前走 人间有真爱 为什么 今天凡哥当年读书的 那个学校的班主任 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公布柏林影帝 当年在学校的风采呢 我们五秒钟 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对不怕 对不怕 就差 班主任 来现场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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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完成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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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哥说了一句谈的话 好 好 好 那是哪归心呢 归心曲 曲老师您好 您是教什么的呀 我是教搜学的 教历史 教数学的 所以忘了吗 幻官主任 凡凡 小凡 小凡 小凡子 小凡子 那你应该说 咋呀 他当年在学校是一个乖孩子吗 是一个乖孩子 他的哪门成绩比较好啊 他的国门成绩都可以 哪门比较硕呀 国门成绩都比较硕 没有 没有 您带的这个本 是他的日记本 还是什么呀 呃 是他在高三的表现 有记录在暗的 哎呦 天天上当 天天上当了吧 他的表现很好啊 嗯 你念一下啊 本拿反了 哎呦 表现很好 老师紧张了一下 第一集参加学校 各行火灯 真实爱友 见文明 见礼貌 上课认真 按时完成作业 特别爱好表演艺术 有 叫好的表演歌唱 希望他克服上课指导的缺点 克服学习 整齐更大的进步 往往后面是最主要的 对 前面每年都一样 没关系 没关系 梵哥你当时上课有点 想迟到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 他迟到我跟他解释一下 是有原因的 他说没有原因呢 现在我这个很深刻地理解 他们当时就担负着双程的任务 既要搞那个学习成绩 还要搞那个他的表演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也是情有可原 哇 是吧 他当年瘦修成绩 瘦修成绩有75分 中上水平 就是及格了都算好的 其他的成绩呢 语文是80分 外语是95分 哇 特别特别地棒啊 嗯 在您的心目当中 当年的小凡跟现在的这个廖凡 是有没有有没有差别 他现在不理我了 我在QQ上都给你留言了 你没回我 是吗 不玩 不玩得也 您在什么上跟他留言呢 我在那个微博上 你的微博上面 对吧 在您的微博上 哎呦 人太多 3月7号 3月7号 回去查一下 啊 必须好好 必须好好查一下 对 老师在女孩儿节那天给你留的言 对 可能是老师的账号不一样 搞不好老师留的账号是超萌少女 什么之类的 现在我们学校的校长经理给我一个任务 就是要我请他到我们学校去一个同学们讲一讲这个励志的教育 就是怎么样刻苦奋斗走上成功之路 哦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他们想利用这个星期一的早晨 哇 星期一 这么快 我相信如果有时间 一定会回到学校去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啊 可以合影吗 可以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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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的手机 我老师自己有手机 是按这个吧 对 好 来 3 2 1 老师 你看一下 很满意 很满意啊 很好啊 谢谢那边上 先休息 好 好 还在这里 好 我刚刚哭的事情 小个礼拜一三五八点本 你不来我大力子大了啊 啊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每个人呢 小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叛逆期 小五你这么乖 你小时候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吗 我在潮市偷过东西 哎哎哎哎哎哎哎 赶快拿去还人家 韩国小朋友 韩国小朋友 我小时候很难吃得到 水果还有饼干这些 所以我小时候就想吃 忍不住啊 对 然后后来 特别坦诚的小朋友 对 后来被妈妈打了很多次 然后我就不会了 不可以偷东西 对 要拿去还人 哦 我的就别问了 不能播 哦 对 樊哥您小时候的叛逆的事情 做过什么 打架嘛 不打架就怎么成长呢 就是啊 总要经过锤炼嘛 对不对 您当时主要在长沙混哪个地方 我们学校附近 那就是青少年宫一带 三角花园 黄兴路 不行街 来回走柳 18次 天天溜达 心目当中的长沙 是一个什么样的 很早就离开了这个城市 在回来的时候 总觉得它和你心目当中 以前的那个城市 是有很大的出入 就是小时候上学都要走 大概两三阵地 你会觉得那个路 特别地漫长 对 然后现在突然觉得 这个城市 嗯 变了 当然它有很多它的特色 比如说它的夜生活 它的饮食文化 大家都非常喜欢到这来 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 故乡是你回不去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已经 发生了 在你心目当中已经变了 对 樊哥是93年在上戏 大师哥 当时班上的同学有余彬彬 还有任全 嗯 都是同班同学 你当时关系最好的一个哥们是 余鹏 住在一个寝室 所以相对会好些 来了 今天后台那么多人啊 对 无所不能的天天向上 又动用起了我们这个真情的环节 跟他同时在上海戏剧学院93集的同班同学 其中的一位 会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位当中的一位吗 呦 或者是另有奇人呢 嗯 各位我们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二十年前的同窗能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哎 哎 哎 哇 哇帅啊 三 七 八 好 哎 嘿 祝贺你拿了影帝 大麦大麦 祝贺你 电影大麦 谢谢谢谢 你不是来不了吗 后来来了 天天上当 对 天天上当 凡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同学哥们 这是我的大学室友 在毕业以后一直做我的小兄弟 他叫海一天 上大学的时候他叫于鹏 对 哦 他挂了这么一种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会看过我们在一起演的电影 一个是叫 一般海水一般火焰 在那个电影里边有生意的 其实在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我 就是我们俩搭档演小品和片段 天哥是哪里人 北京人 您比凡哥要大还是 大三岁 一点都看不出来 对 果然是当过这个我是歌手主持人 对 结画结得特别好 两人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两年吧 您看你两年没见面 人家就拿了这个柏林影帝 对 咱们如果四年没见面 奥斯卡影帝就拿了 对 我努力 当你知道自己的好哥们拿到这个柏林影帝的时候 您觉得 因为这么多年他的那种状态就是应该走到这一步的 但是就是觉得稍微晚了点 他在大学是一个什么样子 很用功 喜欢看书 那会儿我家里是每个月400块钱 他也是 然后他会花200多块钱买一堆书 别扯 别夸我 别夸我 不去夸 他说 你第一次见他 在寝室里面见他是什么感觉 一个小黑胖子 一头的小卷发 这个长头的 那是迪克牛仔吧 那是 老爹啊 那是 我第一次见他 你呢 对 你第一次见他 我在还没上大学之前 在中系考学 然后我就看见来了一个摇滚青年 老胖 穿着一身牛仔服 戴着枪炮玫瑰的棒球帽 一双高奈就不夸 个发狠 游刃有余 然后旁边还有跟着捧臭脚的 呦 你怎么就出来了 人没要我 起发 没想到一上大学 成了兄弟了 有什么办法想到 就是让所有寝室的朋友 跟咱特融合 教他们说湖南话 教过就交了一句 但是说出来以后 我们有可能要用那个 教我的肺脱脱脱脱脱 要效应吗 学语言总是从最基础的话 学起 对 基本上都要先从一个 教我的肺脱脱脱脱脱脱 对 然后才能慢慢地进入到 另外一个学习 一个境界 语境里面 我刚来的时候 他们就先教我这个 比如说 哪一句 小五来 能播吗 播啊 我们打BBB嘛 打BBBB 好 停 有 当年在学校中追她的姑娘多吗 太多了 只要看过她演戏的所有的这些师妹 就完了 疯了 我怎么帮了她 都让大哥给拦了 拦了 拦了 拦了呢 拦了呢 对对对 我说她 这个算筛选 那你有追过的女孩们 在学校里面 有 没追上的 凡哥是40岁了 对 我今年刚好也是40 40 您是已经过了40岁 觉得过了40岁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变化男人 有 你的身体各方面都会告诉你 但是40岁的男人都特别红 有吗 比如说 比如说汪总 廖总 何老师 何总 杨千华 林志玲 多德纲 张正月 贾经文 这个许晋 吴彦祖也40岁了 吴彦祖 吴彦祖 你跟吴彦祖看起来像是父子啊 像是爷孙 什么叫爷孙啊 那好多 全都是74年的 还有一个 旺涵 对 都是我们的同龄人嘛 凡哥有没有觉得40岁 对一个男人来说意义会不一样 刚过 没感觉到 到了你后哥 今天凡哥是以影帝的身份 回到了家乡 天哥是以好朋友的身份 来见证的这一刻 你在这一刻 最想对哥们说的是什么 哎呀 还会再上一头楼 一定 好 谢谢 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 凡哥能够来 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我们的影帝廖凡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天哥 两句你好好聊一下 有这样的句话叫 男人四十 一枝花 接下来给大家请上的是一枝花 这一枝花也了不得 也是我们湖南人 我们请了他三年 终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让我们热烈掌声 有请国际超模刘文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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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楼 是什么 大楼 对 am 好 哇 哇 哇 文文你好 对 文文是我们湖南 永州 大家对永州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柳宗媛 捕舌者说 永州之野产一舌 黑至而白张 你看 他们估计超过就好像有个排名吧 全世界最权威的这个排行网站 排第三吗 一 二 第三个就是他 排在第三位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好喜欢他的态度 好谦虚啊 其实这个摩托车看盘韩版 是分 你看一口标准的永州普通话 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介绍呢 其实我还准备了一段开场 来来来来来来 哎呀 大家离我好远 我有距离感 对对对 我们靠你近了 我们有距离感 大家好 然后我是湖南人刘文 然后今天回家了非常开心 然后也谢谢大家能够在这里 听我讲着一口流利的 永州普通话 对 谢谢大家 他应该算是60多年以来 第一个以亚裔模特的身份 获得美国化妆品巨头 也就是这个亚时兰黛 全球的代言人 对 对 代言人 他有走过我最喜欢的一个秀 哪个 Vitorya Shaker yeah 好漂亮 其实我应该是从09年 然后20年 然后20年11年到11 哎 我数权特别不好 然后对 我们把那数学老师 我们把那老师教过来 我们把那廖凡的老师提出来 对 到12年 然后是四次 我自己也非常意外 能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去走秀 而且是史上第一位 中国模特是什么样的机缘 就造就了现在的刘文 首先应该感谢我的父母 他们给了我一个良好的硬件条件 对 有一个模特的身高 然后 哎 你也不要怪你的父母 欧先生 对 欧先生已经是他们全家族最高的了 对 父母已经努力了 我尽力了 第一是感谢爸爸妈妈 对 然后还有就是感谢 第二应该感谢桂伦美了 不是 感谢桂伦美 那时那时刚好 对 凡哥的话 感谢我是个湖南 哎呦 然后能够来上《天天向上》 对 哎 湖南女孩的性格 哎 真的特别地 适合去那种闯荡和开拓 没错 刚才看到那种杂志封面 嗯 那个整个精气神 要拍出那个感觉很难 那个状态要很好 特佩 为我们示范四个姿势 好吗 可以 对 音乐 比较酷的 来 看到一个 甜美 我们要看萌的 最后一个性感的 太不一样了 你看别的女孩子抓头发 你看别的女孩子抓头发 她反过来 她这样抓 反过来线条 才漂亮 对 太美了 没没没没 而且那种性感又带有气质 一般女生性感姿势 只会用这种 没有 只要我身段没有你身段 优美 对 游刃性比较好 明明是OT自己表现性感 对啊 特别喜欢用这个动作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现场有一位主持人 奉文文为女神 为了就是跟你的广告牌合影 是跟我表姐合影吧 我也经常跟我表姐合影 那是你表姐 对 她差一点就被车给撞了 我表姐知道你很删心 很删心 很删心 删心 删心 而且差点夫妻反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张合影的照片 而且今天她知道你来 还特别为你写了一首歌 用心情